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鸳鸯再难聚首 天已追 累昔面 胆胆立 愁长短 青刀难臭 苦拔会见 难 难 难 文强 文强 哥 姚爷 哥 姚爷 哥 你醒醒啊 你不要吓唬我 哥 你醒了就好了 妹妹 小姐 你看 文强说过 他说他不会负我 他肯定是起了必死之心 我也不想活了 哥 可怜的哥哥 别灰心 这个太阳还没有落山 天就是亮的 自己心里有一线光明 那就什么乌云也遮不住 妹妹 哥哥心里的灯 已经熄灭了 哥哥 你不要自暴自弃了 我现在就去把你熄灭的灯点起来 两条好人的命 不能就这么扔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晚上一定要把文强给带出来 丞相府无异于龙潭虎穴 小龙虾 这事你可得好好想想 对嘛 就算我们哥几个豁出命去 那人救不出来 一样是白当 你们两个斤斤计较的 那就不要去了 万人迪 你呢 我早就想去相府里面抢几个女人出来 哪知道我身边这两个农包碍事 小龙虾 我们今儿个就去相府闹个乌烟瘴气 所以把所有的女人全都抢出来 排着队把她们给揪出来 好 够肿 那咱们走 好 让这两个闹肿去找个地方生孩子吧 我们走 混蛋 你们当我八虎 真是农包吗 好 我现在就去丞相府放火 算我一个 娘的 不就一颗脑袋吗 在肩上我也累了 今天我不要了 我要干她一票 这才是我小龙虾的好兄弟 走吧 走啊 走 走 走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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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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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丽师 就在前面 快快快 快快 就是这间了 确定 你可被闯在房间哦 我来过 不会错的 你在外面把风 我进去找他 司徒姐 你这是要干什么 我的婚期将近 但我绝不负你哥哥 你们俩 真是一堆苦名冤药啊 你哥哥他现在怎么样 昏死过去一阵 躺在床上 他说他都不想活了 我也是被秦师所逼 剑南他应该活下去的 有那么多人对他好 文强姐 所有对我哥好的人 也对你好啊 可是 我一点退路也没有了 你没路了 与其自尽 还不如跟我走吧 跟你走 哥哥说他心里的灯熄灭了 我说再把它点起来 怎么点 文强姐 那盏能照亮我哥亲的灯 就是你啊 你俩是天定的姻缘 谁也挡不住 与其两个人都丧命 还不如搏一搏 搏 大不了还是一死 但搏一下毕竟还有希望 像你们这么好的人 不能就这么窝囊的没了 好 我跟你走 至少我还能见你哥哥一面 嗯 来 喂 你们是什么人 有贼 有贼啊 有贼 抓贼 抓贼啊 快来人哪 抓贼 抓贼啊 抓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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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那边 跟上 小姐 我们快走吧 这边 快 走 走 别跑 别跑 哪里 保护小心谁走 这里就给我们处理 真是女大不中流 怎么能是这个走法 爹 住口 给我抓住二小姐 其他人格杀无论 是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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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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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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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іть 快點 露生 你真是下贱 你怎么跟这帮 Prot competition 混混蛋在一起 没错 他们是混混 但是他们混得干净 混得光明磊弱 就是小龙虾带着这几个混混 他们救活了多少被你逼出城的百姓 爹 他们是好人 他们这次来也只不过是为了帮我 我求你放了他们 休想 不是你伤害我的朋友 否则 我就会在他们前面死在你面前 畜生 你这个畜生 你竟然敢威胁你爹 二姐 你别再执迷屋了 爹 我在等你的决定 如果你说放 那我的朋友就离开 如果你说不放 那我就何时至此 提前去见我死去的娘 二姐 灭账 爹 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再抓他们 别动 放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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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虾 你们快走吧 温强姐 你都保重 温强姐 你保重 保重 这一发尘 让你知道什么是廉耻 你敢威胁我 二姐 还不跪下向爹认错 我没错 我救了我的朋友 我很高兴 这一巴掌 惩罚你降嘴 你也让你笑什么 爹 你没有必要这样 一遍一遍地打我耳朵 我知道 我是你的耻辱 我败坏了文家的名声 我败坏了 你要把我嫁给一个混账 作为对我的惩罚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 你难道不应该受惩罚吗 我是该死是吗 那您就不必亲自动手大欧耳光 我会惩罚我自己 让您所受的耻辱 一扫而过 其实这事都怪我和八虎 要不是我们拖累大家 那文家二小姐 现在就救出来了 谁也怨不着 黑灯瞎火的乱魔 谁能保证不出事 那文家二小姐 看起来文文静静的 却是个恋女子 怪不得司徒大哥 爱得她死去活来的 可我们没有把她救出来 怎么办呢 我既然说做 就一定要做到底 小灵瞎 你有什么打算 我们帮你啊 我要先去司徒府 看看司徒建南 我又担心文强那边 会不会出事 你们三个 再找几个激励的朋友 时刻注意相府的动静 放心 保在我身上 文府有个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我们的耳朵 我知道有个小混混 他有个亲戚 在文府家里面包储的 那就辛苦你们了 要是有什么事 就到司徒府找我 跟守后门的说一声 没问题 爹 您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二姐的话 我心里有一种 不祥的感觉 您说我这二姐 她平时文文弱弱的 但是一说到司徒建南 她心就铁了 哎呀 她都快把我给气死了 算了吧 爹 反正这个二姐 怎么看都不像是 咱们文家的人 可是她 可是她毕竟是 我的亲生女儿啊 文桃 你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警惕点 派几个人 看着你二姐的房子 千万别出什么事 但是爹 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二姐她说话 是狠了一点 但是过去就好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 她天生就是那种 不太有主见的人 咱们千万别掉以轻心 我们以前看到的 你二姐 她这是听话 温顺 我们没有看到她 像现在这样 她心里面 是一团火呀 好啊 这样真好 我文章的女儿 也该是猎性子 爹 你应该不会是 改变主意了吧 不 她必须嫁给梁家 好了 睡了 折腾了一宿也累坏了 这二小姐的命 真没法说 妹妹 你太莽撞了 温强肯定又得受翻折磨 少爷 小姐可是一片好心呢 可好心办了坏事 哥 对不起 少爷 你别以为是小姐给你的心上人 带来了伤痛 其实 小姐比你强多了 阿莲 别胡说八道 本来嘛 少爷知道文小姐被人逼迫 只会晕倒病倒 什么也干不了 而小姐你 不管怎样都在拼命想办法成全他们 虽然不是很理想 总比这人宰割强多了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哥哥心里已经够烦了 不 阿莲说得对 妹妹 哥哥虽然是个大男人 却真的是没用得很 我只知道伤心叹气 却什么事都做不了 真是没用 对 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现在深更半夜的能做什么呀 你还是歇着吧 妹妹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文强 我想到文强附近去看看 文强附近他们盯在那呢 文强附近有什么消息都能传过来的 你别急 文强姐不会有事的 加油 大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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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也在找二小姐 他一定知道文强在哪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前面 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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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